我今天提醒,我来刘欣,就是来成功的,就是来当2000万的,各位难道你不是吗? 你跟刘欣签的约,是签业务代表的约吗? 不是,来签,自己请口气,拿着名,Q2000万,卓越成功名的人,签上你的名 由欣,就是为这些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积极正面,简单乐观,勇于改变人,设计的终胜创业平台 而在中国,由欣获得的所有奖项都让人感动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进入中国短短10年,营业额并不是很大 在中国,如欣的营业额跟中国的很多都伏必起来非常小 但是却连续六年获得中国十大慈善企业称号 我跟别人说,这样连续六年的称号,都不是你拿钱没买到,不是你将炒作都炒作得出来的 这点非常关键 而如欣的伟大之处,并不是他们自己在做慈善 而他有一个体制,用一个真正慈善的心态 用商业的手段跟制度,让我们这些平凡人可以通过如欣的平台 遇见更好的自己,更大家族的自己 遇见那个,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变得如此伟大的自己 所以我也很荣幸,通过如欣那个平台,在过世代如欣的12年 帮助了中国非常非常多的弱势群体 儿童去改变他们的命运,改善他们的生活 而我们做的这么少,如欣却给予这么多 我已经连续两次带着我们的伙伴 一起在中国最高的一个电堂,人民大会堂 接受最高的荣誉的表扬 仅仅因为我们一直在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成功之后做什么,最想做什么 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台下 为我的伙伴在台上表扬的时候,我在流泪给他们拍照 因为给他们拍照的过程 我就想起来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 他带着怀疑,疼狂,拒绝 我跟他荣辱与伦的前进 接着在舞台上,正在看着我的孩子的长大 所以那一阵我是激动万分的 谢谢 真正的成功,是成为一个懂得真心感的人 老白李先生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因为我家庭的人 在我十一岁,我的爸爸就得了老一群 所以我的家庭四分五裂 所以家庭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 不单纯要把事业做好 更要让爱的人跟你爱的人感到平安和幸福 这是一个成功非常重要的标准 一个真正的成功 是一种生活的平衡人员 我跟我的夫人 认生二十年,结婚十三年 旁边这个信息 截图是在今天我们结婚十三周年 我夫人发给我一个信息 她说婚十三年了,感激老天爷 让我终结队论你 心力善良,有责任,有追求 照顾我,照顾家 好的结合 会令双方都启发出最好的一面 去做更好的人 我认为我们算是纪念日快乐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肯定 我觉得我在总是成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得到我爱人的肯定 今天在座很多男士 我跟各位男士说 为什么要娶老婆回家 娶个老婆回家干嘛 娶个老婆回家是要吼的 我跟你娶她干嘛 对 慧龙老婆的人 一定能把如心事业做好 一定能做 这个非常重的提高情商 跟增加高通能力的美丽 哈哈哈哈哈哈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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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夫人也回了一个微信 辛苦你们 新天新不日 我们已经太幸运了 拥有无数人无法寻击 甚至享上好生活 珍惜感觉快乐的一天 我想跟今天在有心头展示的 是如心的两千万专层救命人 不止财物的成功 而是四十二岁的婚姻跟身材依然保存 对我来说今天你知道多少人在面临终点危机 而我跟我夫人的沟通 每天都是心得心的沟通 都是保持高能量的沟通 一个真的领受应该是一个好的父亲 很幸运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差 我全身都不陪他们 很多人会找出一个理由 说哎呀我有孩子 所以我不能有时间来接骨心 我跟他说就是因为有孩子 你差来接骨心 因为真正的好孩子 不是你陪伴出来的 是你以身做素能榜样 试探出来的 很多人说孩子需要老 我说对不起其实你需要他 当你陪他的时候 有心不在意 有心有怨气 因为你放弃了很多 你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而我跟我夫人说对不起 我跟我夫人说 我们永远都要爱自己 我们会为孩子付出 但我们绝会为他放弃我们自己 我能活得好好的恩恩爱的 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这就是最好的成功 最好的示范 所以我全程的让我的孩子感受 我像中国人的情谊 然后的 我从下一个的 然后不如说到下一个 是由心而变得善良 我自己通过由心 也每一年一月的正将逼 说真的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我从42岁 我总觉得自己 还仍然像24岁 我从来没有感觉太美妙了 我的姐姐 马上49岁了 你能相信她 由心的奇迹 今天晚上的让我都已经表现了 两千万张这个名人 各位可以看到 由心的代言人奇迹 我的爸爸 在1985年得脑预选 当时医生等他醒过来 都昏迷了五个月 醒过来完全失忆 慢慢慢慢恢复 当时医生鼓励他说 你活到七十岁没问题 到2005年 我爸爸刚好七十多岁 他第三次中风 医院推了一个轮椅 我到医院看着我爸爸 脸这里的恐惧 他在病床 照听病的摇走 我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不会让你坐轮椅 你相信我不会让你坐轮椅 然后我开始认真让我大的 服务无信产品 为什么我2003年做无信 他们不用 2005年才不用 因为很简单 各位 你没有做出结果 他都不信你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家人 请你尽快做出结果 这张照片 开设于上个月 我的爸爸已经83岁 所有当年 所有当年就是他的医生 努力到活到七十的医生 已经都不再来 十年的如性产品 让我曾经 不单身 三天中风之后 依然还在 而且还能站起来 坐在那吃我给他点的菜 他便看到我的小儿子 我的父亲42岁要多 我38岁要多 我第二个儿子 我的妈妈跟我说 他唯唯一唯 觉得我爸爸 看不到第二个孙子了 但是当各位 带着我的小儿子到医院 握着我爸爸手的那一刻 各位 您也有作为儿子 什么心情吗 知道什么样 无憾的感觉吗 所以各位朋友 记住 这个事情要忍着 你赚钱 但只有中心 可以赚得圆满 当中一位孙子坚持反对我们 甚至要跟他们断绝关系的母亲 事实证明他们的反对都是假的 你成功怎么都改变了 我的母亲现在76岁 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帮我分享 像明星一样的待遇 和到处为我分享 为什么要支持儿女做孙子 这是我对我妈妈的夺内性 孙子的结果 我们是个TR90可能不好 谁用谁知道 我们依然有所健壮的身体 成功 正是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天使 让围绕在你身边的人 感到安全和幸福 是时候创造你自己的故事了 我的今天分享的时间也快到了 我特别想跟各位朋友讲 记住离开日本屋 启动你新的老行业 如果你没有了 梦想和目标来进行 无依自虐 记住 赢票梦想的目标 比较马铃鸡 你的行动它会有力量 它会充满喜悦 当我们达成2000万的时候 我发现公司不算比较更高的 级别了 我就跟我姐姐说不行了 是要你更高的梦想和目标 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郑重 提出我的未来五年的三种目标 当2007年我获得中国的第一个百万全成就名人的荣誉的时候 我提出了在2008年我的第一个十年计划 要培养出一百万卓越成就名人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培养了六十五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的团队将会出现一百万以上的卓越成就名人 我提前两年完成我的文章 我现在郑重向文新全世界 包括大圣阿圈提出我的目标 第一个2020年 我将会协助文新集团 培养出1000户 从院成就给你 第二个文章 尽我全力 协助文新公司 进入世界五块下 第三个目标 解释 如果前两个拿什么 我自然就会拿什么 也是我个人的目标 我将挑战NCM全世界第一个 一亿卓越成就名人 在投业市场上 尽快设立5000万元 这样才够我自己 在3.054万元的这根格局 2000万算什么 各位 挑战 你为什么爱同心 你为什么生为一个人 我们跟中国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有梦想 你为什么成为一个人 你来这一世 不是为了上班 下班 谋生 你来这一世做人 是为了创造奇迹 同心 就是给你创造奇迹的平台 非常重 所以各位伙伴 我们的心 永远在一起 今天给自己内心 做一个重要的经历 夏季联会 你一定要站到这一台上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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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妄想 他在比 frågan 好 他在比那裡 リリー 他在比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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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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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唱这个舞台阶掌声 同时讲的 你不唱这个舞台阶掌声 同时讲的 你不唱这个舞台阶掌声